说到瓷器 很多朋友又会和景德镇 原青花联系在一起 但是对于考古专家来说 景德镇在历史上顶多生产瓷器 可并没有出现过什么名人 自然古墓更显得凤毛麟角 可就在1979年的时候 景德镇竟然屡次出现了瓷器 这些人也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 说来也怪 但凡有古墓的地方 总少不了一种人 这些人可不是什么正经的观光客 而是以墓中陪葬换取利益的墓君子 说到这儿或许有朋友要问了 为什么这些人的足迹 总是要领先考古专家一步呢 难道本事比专家还大 这问题难回答了 一则高手在民间 二则国家也有相关政策 未被破坏的古墓是不允许专家进行考古发掘的 但墓君子当然不会遵守这样的约束 他们甚至为了某件珍贵文物 不惜将整座古墓破坏掉 不过这些人也是有地放尸 一般盯上的都是各种王侯将相的大墓 原因很简单 这些古墓里的陪葬品更加值钱 可就在1979年 两拨墓君子却把景德镇当成了目标 这让警察和考古专家都被搞得一头雾水 按专家的理解 景德镇虽然是生产瓷器的名地 但在历史上却并没有什么王侯级别的人葬于此处 以考古勘查的结果来看 景德镇的墓葬大多都是古代当地平民 如今平民墓被人盯上了 难不成这里还隐藏着什么连专家都不知道的秘密 如果仅是一拨人 这还能理解成搞错了 可接二连三的有人搞破坏 这就不得不引起专家的重视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专家最终决定组成考古队 并对这座平民墓进行更为专业的考古发掘 在发掘之初 古墓内的装设明显是平民规格 甚至专家连墓主人的遗骸都找了 这就奇怪了 这些人屡次三番 不惜冒着被逮捕的风险对这座平民墓动手 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呢 就在专家疑惑不解的时候 由工作人员忽然发出一声惊呼 兴奋之色更是异于言表 专家也被这声惊叹吸引 忙凑近了仔细观看 原来 这东西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少见 学名叫做古仓 许多朋友或许对古仓不是很了解 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 古人多有誓死如誓生的观念 人生在世 离不开衣食住行 民以食为天 食为人生之本 良乃食之根 这就出现了 以城满存粮食的器物作为陪葬品的民俗文化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古仓 以如今的考古发现来看 古仓并不少见 诸如新石器时代的周冠 汉代的陶仓 西进浙江一带出土的青瓷堆仓 当然还有莲花尊 塔石盖莲花雄 龙虎堆肃平等 这些器物形态各异 但总的来说都归属于古仓之列 但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专家在内看到这座古仓后 全部被惊呆在当场 这件古仓可不是普通材质 而是一件美轮美奂的 原青花又里红 按专家的话说 这件古仓简称是 前代所无 后世不显的真品 简单的介绍一下 整尊古仓通高29厘米 长20厘米 宽10.3厘米 采用的是楼格式建筑样式 如果仅是古代建筑造型 那还不至于让专家嘖嘖称奇 关键是 这尊古仓结构太过复杂 内容太过丰富 其他的暂且不说 仅是其结构的主要部分 就分为重毡五殿屋顶 四梁八柱 片片琉璃瓦清晰可变 其屋身采用中央板状箱式结构 门面活动可拆卸 最为难得的是 四周门廊威塑各种舞蹈 奏乐 诗卫勇十八尊 这里仅举一例 整尊器物不过29厘米高 又要在门廊狭狭小的区域内 塑造形态各异的十八个人物 其难度可想而知 极为名气 其背面苍板上自然有青花书写 159字目之名一篇 整座古仓 雕塑精微 人物栩栩如生 极右里红 红右 清白右 青花 四种高温右 于一身 专家赞其为 世之孤品 国之瑰宝 原青花 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单说一说 幼里红 所谓的幼里红 是以铜红料为着色剂 在高温还原下烧制而成 锁出瓷器 橙色本身很不稳定 极易受到天气影响 烧制难度极大 成品率极低 再看这件幼里红 表诗清白右 立柱和苍板 均涂铜红右 栏杆 琉璃瓦 屋极上的莲花 皆用铜红料点 提而成 门上 还有一幅对联 和159字名文 皆为青花书写 直白地说 四种高温右工艺 集于一件器物之上 在元代瓷器中 也仅此一件 当然 说了这么多 也仅是简单地介绍一下 并不能完全地描述这件 原青花 右里红瓷仓的精美 这件国宝级瓷器 还在2002年 被列入 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 好在今天 它就珍藏在江西省博物馆中 对此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明朝纪飞幕出土的 罕见女性用品 外形奇特 令专家都叹为观止 如今的考古 由于为了保护地下的文物 一般不会主动进行考古挖掘 基本都是抢救性挖掘 接下来要讲的 明朝纪飞幕 就是在一次水库施工的时候 被意外地发现的 1956年秋 江西在修建 鸿门水库时 挖出了一片明朝墓葬 经过考古人员的勘察 发现 这就是明朝翼王的家族墓群 这个明代翼王的家族墓 就明宪宗朱建深儿子 义端王的墓葬区域 这里葬着许多明代藩王 有义端王朱又斌 义公王朱厚玄 义墨王朱慈台 义庄王朱厚叶 以及他们的后代子孙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第二代义王朱厚叶 和他的两位妃子的合葬墓 在他们的合葬墓中 考古队发现了大量 珍贵无比的宝贝 有大量精美的金器 玉器 璀璨光滑 耀眼无比 在这三位的合葬墓中 出土文物最多 且最惊艳的 还要属义王张厚叶 既非万世观中出土的随葬品 金钗 金手镯等金器有122件 玉器121件 还有1400多颗水晶珠等事物 在铭记妃子的棺果中 还有一件极为罕见的女性用品 令在场的专家们叹为观止 这件女性用品是金钗 它的外形却是仙人楼阁的造型 极为奇特 方寸之间 用金片金丝制成的楼阁 或为两层或为三层 四周树木环绕 店内有鲜鹿白鹤 其中的男女人物 虽不及米粒大 但神态栩栩如生 这制作工艺绝对是鬼斧神宫 精妙绝伦 这样逆天级别的文物 绝对是罕见 考古专家表示 在当年挖掘明定陵皇后墓时 都没有发现这样的文物 并且明记妃万事观中的那件 小金罐也美妙绝伦 金丝细如发丝 各种宝石无束 完全可以和明定陵中皇后的金罐 相媲美了 很多人可能疑惑 在三人合葬墓中 显然既非万事的地位最低 但是他的随葬品却最丰厚 考古专家通过分析 墓中的三块墓志发现 原来诸侯业和王妃并不在此 45年后 万事去世 才将两人的墓牵过来 与万事合葬 专家猜测 万事观中的随葬品最为丰厚 有两点原因 一是万事的儿子继承王位 对自己的母亲自然要后葬了 二是家族财富积累 万事走得晚 家里的财富更多了 钱多了 随葬品自然更丰厚了 结语 一个明朝既飞的墓中 都能出土如此逆天罕见的女性金钗 只能说明明朝藩王家里太富有了 比皇帝老儿家都富有 老朱家有这样一群混吃等死的寄生虫存在 焉能不亡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您了